我们敦促以色列倾听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 立即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几十年的占领和压迫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痛苦 让独立建国的夙愿遥遥无期 结束占领不是选择而是以色列的法律义务 国际法院7月19日发布咨询意见 明确认定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 阻碍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民族自决 以色列有义务立即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如果我们必须有两个规则的规则 两个规则在哪些规则 在哪些规则中的规则是建立的规则 那是人们的规则 和规则的规则 和规则的规则 这些规则是以色列的规则 整个部分 在isceyll官 来西美增茴 亚军卢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